一分愛 從天而來 畢山高 畢海生 緊接牌 藍馬烈紀念病房 用愛啟動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要特別感謝也紀念 我們的護理師也是傳教師 我們的藍馬烈女士在彰化基督教育院 奉獻了他人生所有的時間 總共33年 二三十年前 他就引進了心生靈的照顧 還有我們就是全人醫療的照顧 那我們知道彰化基督教育院 作為雲林彰化南投唯一的醫學中心 那特別在我們總院的醫學中心裡面 也有很多患者他是特別需要這種安寧照顧的 而且可能是重症患者需要安寧照顧的 特別我們在這邊也設立了八床的一個安寧病房 就是為了我們要對這些重症臨終的患者做到最好的一個身心靈 以及全人的一個醫療的照顧 讓他在最後這一段路程我們能夠很有尊嚴 而且做最好的一個照顧 也讓他的全家人的心靈得到撫慰 我們安寧團隊經過多年的努力 其實在各種診斷的末期病人 有80%以上都已經接受安寧的照顧 我們現在就在這邊有一個東極性病房 以及重症單位使用的安寧病房 也在這邊增建這八床的床位 來增加安寧可以住院的量能 那在這邊我們本來在原本家戶病房的病人 在撤管的時候旁邊家屬不一定能夠陪在旁邊 所以我們現在就移到安寧病房這邊 先進行藥物的控制 讓家屬可以好好四到人身之後 在靈性有關懷師以及心理師 和我們安寧護理師的陪伴之下進行撤管 讓重症的病人在撤管之後 還能夠在這邊進行舒適護理 我們有洗澡機 讓家屬可以陪在他們旁邊 讓他們真正重症病人 和所有各類的病人都可以有機會舒適善終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美手美足機的一個蒸氣 讓病人的血管以及皮膚可以得到擴張 那我們也透過按摩的輔助 讓皮膚的水腫可以得到舒緩 讓末期病人可以有更舒適的一個身心狀況 家屬跟病人他們來到這邊 其實都會面臨到即將面對的分離 面對這樣的分離其實他們會有很多的悲傷 很多的擔心很多的擔憂 那在這個過程中 有臨床心理師可以一起過來幫忙關心 或一起協助他們面對這些困難的時候 他們可以獲得屬於他們自己的平安 來達到他們所希望的一個死亡 或希望的一個善終 這邊是懷安寺 那我們會在患者他離開我們的時候 提供一個單獨的空間 讓家屬可以跟患者做道謝道歉道別跟道愛 也會引導家屬一起來參與幫忙患者 就做身體上的清潔 然後我們會依據患者家屬他們的宗教信仰 放上他們的象徵性的圖案 讓他們可以完整的做完他們的告別這樣 藍馬列紀念病房用愛啟動